线上的朋友和线下在现场的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 我是黄新村 这一场讲座是我们这个 张爱玲研究新方向讲座系列的 第四讲了已经 我们从九月份开始 九月做了两场 然后十月有一场 现在是十一月 这一场也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场 然后呢 春天到来的时候 我们又要重新开始了 所以这个讲座系列会继续下去 然后呢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 这一场演讲 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 郭世勇博士 来 张爱玲的母校 讲张爱玲作品中的声音 郭世勇博士呢 是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博士 他现在是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 193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上海 新感觉派 然后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关系改编 和后九期香港文学发表了很多的论文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一本专注的写作 一本论注的写作 这本论注 集中关注的是那个文学中的声音 从上海 20年代 30年代的 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 一直到香港文学 所以张爱玲呢 是她这个整个一个构思中的一个章节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 那个研究的切入点 讲张爱玲作品中的香港叙事 而不仅仅是张爱玲作品中的香港叙事 它是以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切入的 这个特别的角度就是声音和声音的景观 Sounds and Soundscape 声音和声音的景观 那我们大家欢迎郭世勇博士的来给我们做演讲 谢谢欣传老师 也非常谢谢佩颖老师的邀请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 在香港大学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家里的一些心得 首先要抱歉 我的港谱可能口音比较重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保险 那刚才也谢谢欣传老师的揭晓 所以这个其实怎么说呢 我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张爱玲的研究解 只是我在我的其他的研究 我整块的研究里面牵械了张爱玲 所以怎么说呢 我觉得今天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会 那个是黄老师在那个 嘉玲在港大的那个研究 可能大家都知道 只是在刚才那个海报上面的那个胶片 其实他都出去 其实就是他在香港大学的一个入学的记录 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1939年8月29号 那关于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经历 他跟同学啊 老师啊 或者是那个阶段时期的 他跟香港的姻缘 我想就是大家都应该已经拜读过 行传老师的一个新著 就是在延企香港 所以这里我就不再班门弄府了 所以在几个方面的我就不多讲 但是因为前面有很多在座的 可能有一些低年级的同学 所以简单呢 我也讲一点 就是说 曾经在张爱玲在19岁的时候 1939年来到香港大学 刚才说他是8月底就是暑假的 一个很很差不多要开学的时候才正式的注册 然后他到了1941年的12月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再读了 大概就是换上去就是三年级的上学期 差不多要考试的话 他差不多要考试的时候 他就不能再读了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 日本军队要攻打香港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记住那个12月8日 以后我们会再讲到几天的 几天对于嘉玲来说 我想是一个非常恐怖 也可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 所以他只是在后面的 很多不同的作品里面 其实他也反复涨到几天的事情 然后呢 因为日本人打到来了 所以他就在这个我们说香港围城 围了18天 那这段时间他只是 因为他是从上海来的学生嘛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也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他就只可以留在那个学校 帮忙做那个防空团 然后呢 这真的是日本占领以后 就是说我们香港陷落以后 他就在大学堂的011月 做一个看护 只是他在后来的一个闪文叫 《禁鱼路》里面也有写到 几个方面的一些经验了 所以如果大家熟识的 熟很熟嘉玲的作品的话 应该已经看过相关的自载 所以后来呢 他在同年的12年的春夏之间 他应该就回到上海 然后就住在那个艾丁顿公寓 然后在里边他跟他不顾住在一起 然后就开始他写作的一些 怎么说呢 The rest is history 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写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回顾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 其实嘉玲的写作的起点 当然是在香港大学了 刚才说了 他甚至在大学以前已经发现 他一个很什么说 少女的作品吗 我的天才梦 但是呢 他正式进入文坛以后 他很多的写作 只是跟香港有关 所以今天的题目里边 讲的香港叙事 其实也是讲他作品里边 他写到香港的一些部分 所以今天呢 也主要的会讲到 其实都是他早期的一些小说 但是我想大家已经很熟了 比如说《青城之恋》 或者是《公寓生活积区》 或者是刚才说到的《金鱼录》 但是大家可能都看过 所以我比较希望就是 在跟大家重访 这些的这已经很熟的 很熟 是很熟吗 很熟的 这些作品 之后能够带给大家一些 对于这些作品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都会 我是会觉得非常开心 好了 所以这次的报告呢 今天就分享 其实主要是要 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江云林对二战时期的声音景观 就是Soundscape的描述 希望可以从听觉的角度去分析 江云林怎么去重访跟重构 他的尤其是他在香港经历的 一个战争的经验 也希望从这些作品里面 从可以在言心去分析 他讨论一下他 里面所透露的一些心理畅商 历史记忆 还有身份认同 这些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跟刚才的说法 就是说集中是要讲香港的部分 但是因为其实他回去以后 比如说封守啊 这些作品里面也讲到了 所以有时尹魁谈到的一些作品里面 其实也有牵线的 他在香港上海战争的一些经验 主要是这样 所以尹魁叫我跟大家做一些文本的分析 我们进入文本 也做一些膀胀的比较 可以跟大家会发现一些 从生硬的角度去讲 其实有一些观点 跟前人的研究的观点 其实可以误伤 领帐的 所以提解一下 解题 今天的题目是声音景观 所以这个Soundscape 其实是一个俗人 很早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扎拉大的研究音乐的学姐提出的 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说 Soundscape 文有一个差不多的其语 大家可能是更熟的 就是Landscape 就是地理景观嘛 所以Soundscape跟Landscape的关系就是说 其实是用声音去重构 或者是从声音听觉的角度去理解 或者是重构一个文化的空间 所以怎么说呢 可能大家看电影 或者看电视的时候 有看过一个很熟悉的桥段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给那个贼人去抓了 然后那个贼人就打电话给他爸妈妈妈说 哎 你的孩子在我手上面 然后那些很聪明的警察 都是从一段那个贼人打电话来的 这个怎么说录音里边 去听他后面的那个声音 就说哎 这个是在树林 所以他们正把那个孩子藏在树林里面 所以其实在这个很通俗的电影的情节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知道他是在树林里面 其实是看不到的 其实他从声音去猜 他是有什么的声音 所以Science Game 最后其实也不是一个很 怎么说的 很沉溺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觉得就是很简单 就是有听到的事件 而非看到的课题所组成 他主要要强调的是一个听觉的经验 所以他在那个音乐的 谢佛的那个研究里面 他只是是到那个现场去录音 也要去分析那个谢去他 他的声音景观的特点 但是今天要讲的 树林没有去录音嘛 其实他是在文学作品里面 怎么去利用听觉 或者是音乐声音的描述去重构 他回忆里面的一个战争的经验 所以其实有一点差别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作家他写的时候 是有选择性的 他不是真的需要录这个声音嘛 所以他拿什么去写进作品里面 其实也是非常有趣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们要注意一下 所以今天呢 我挑了一些 他常常在作品里面写 张爱玲常常在作品里面写到的一些 暂时的心景 跟大家去讲一下 那块有一个小影 然后我们会讲到 大家都很熟的 很熟的一个市商 就是张爱玲 很喜欢电车嘛 但是从他对于市商的一个描写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是怎么看香港的 然后在下一个 我们会讲到这个轰炸 也讲到战争中 一个家临常能写 讲到的非常安静的一个情况 也会最后很快的会感谈一下 他的对于五线店里边的音乐 还有他在香港经历的 很多语言的 日常环境 总的来说 其实我其实要 怎么说呢 只是要 主要想讲的就是这个 比如说其实那些 张爱玲对于香港的 商景的书写 其实不是一个 很普通的 或者是 不是没有关系 他只是一个 很普通的称帝 其实他是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充分的 分析或者是了解到 留意到他怎么写这个声音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他这些声音 其实最后是透露给我们 知道他是怎么看香港 还有就是他内心的 一些对于事情的看法 好 不知道同学是怎么 读江爱玲的 但是我想跟大部分 大部分同学印象里边 张爱玲是非常 重视视觉的 应该是吧 意象啊 很多都是这样 好像这一句就是 生命是一席 完美的 好 咱们了 这样子 所以 很经典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 生命就是 眼看很美丽的衣服 都是静堪 只是从就是虫子 所以就是一种 静域 静域其外 败蓄其中 的一种这样的讲法 当然更有倡议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 其实呢 那个花纹很美丽 然后进去的发现 这个花纹怎么出来的 就是那个虫子 找成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很颓废的一种读法 那你怎么来讲都好了 我们都是觉得 这个写法是很 重视视觉的 但是从这个研究来说 也不是不对 但是我们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东西 再复杂一下 再扩大一下 其实 张爱玲也是非常重视 听觉的 大家很熟悉 这都是清诚之恋嘛 他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从扶琴 去带齐的 所以很有 大家有看过 这个清诚之恋的 那个电影改编嘛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个 唱大戏的 临人有两歌在唱 一个应该是昆菊 他唱了一个 《游言惊梦》 但是怎么说的好了 在《清诚之恋》里面 只是从声音 那个胡琴的声音 咿咿咿咿的带进去 这个故事的语片 所以我们是讲 如果只讲张爱玲的 细节也不讲听觉呢 那大概是有一些遗憾的 或者是更准确的来讲 就是张爱玲只是非常重视 一个通感 或者是连觉的 那个学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不看听觉 或者是声音的关系呢 那就对他不公平了 那这里我想再推进一下 就是一个《禁语路》里面 开始的部分 这个很多学姐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他对于现实的一个了解 他讲法就是说 他已经回到上海了 回到上海很久 所以他跟香港已经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呢 他以前就是一片混乱 不知道怎么能回忆 现在再回忆之后 他回忆能够想起来 都是一些不相干的事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 非常具有现代感的一个讲法 去形容他对于现实的一个理解 他说呢 其实那个历史家讲出来的 那个历史是很有适同的 但是他觉得呢 现实只是不是那么有适同的 它是很乱的 它是万断的 所以他拿了一个比喻 那个比喻 画傻子 画傻子 有同学知道画傻子是什么吗 没有 都知道 都是流声机 然后也像现实里边 就是他有比喻就是说 七八个流声机一起唱 然后是各唱各的 就是很吵一个噪音里边 然后真正的艺术家呢 能够从一个很杂乱的 一些声音里边 各唱各的里边听到 找到了一个一点点 和谐的声音 然后把一个灵性的 臭巧发现的和谐 联系起来 就可以得到艺术上的完整性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 嘉玲其实跟 李喜家的看法是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了 金鱼路其实不是 嘉玲原唱的一个题目 其实在清代 或者是一些 据说是元代写的 但是也是一个清代的艺术 这是假的 假的书 里边也有这个同样的题目 那些书呢 那些清代的书呢 要交到金鱼路的时候 其实都是写一些 战乱的时候 或是什么外族人 来打我们 然后就是中原 就有给一个战伙实力了 之类的 所以嘉玲用这个同样的题目 其实也不是偶然的 因为那个是日本去攻中国嘛 所以他也是一个 外族入称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尴尬 如果是把这个跟以前的 对于金鱼路这三个字的 用法去放在一起 去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情况 以前呢 史家要把东西写下来 他有一个兴趣 就是以死回见嘛 以死回见 以死回见的话 因为我们是见 就是禁止的意思嘛 所以它是一个 很细节性的一个表述 然后禁 其实就是 也是很细节性的 因为它是消了以后的一些灰嘛 然后它 于就是之后的 路就是文字的自在 所以一起下来 其实都是一些很细节性的 或者是很文字的话 很很怎么说呢 就是很细节性的一个记录 但金鞍林在散文里面 一开始是用了一个声音的比喻去 说它对于现实的理解 所以这里我觉得它是很有趣的 因为它用一个声音来形容 或者是去具体化的讲述一个现实的特性 特性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不嫌 那个说的太夸张的话 我们可以说 其实我们反过来可以可以这样形容 就是声音其实可以包显更多的 艺术上的完整性 对 因为我们视觉可以 我们看东西可以选择嘛 看 看什么不看什么 但你听起来其实很难的 因为声音它不可以完全关掉 关掉你的耳朵 所以在声音的里边 其实金鞍林记得什么 不记得什么 或者是他反复写什么声音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回到公寓生活基区 公寓生活基区 其实有三个地方是讲到香港的 第一个 在这里 她说呢 金鞍林说我是很喜欢世上的 大家看过 公寓生活基区应该是知道了 其实就说他是住在那个 爱丁顿公寓 爱丁顿公寓 就是这个 好 就是现在你们在上海 达到那个新安斯路 这个地铁站 其实也可以去看看 但我现在是叫长德公寓了 因为当时加安林都住在六楼 然后他很高 当时来说 他说 自己是住的很高 但从这里去看了 他就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望下去 其实就看到这个电切 回家 之类的 所以他就说 我很喜欢在自己的 很住的很高的地方 去听那个城市的声音 然后对他来说 这个城市的声音 其实都是电车的声音 这个是很 大家都能明白了 但是也很有趣的一个比较 只是在后面 他说了 比我有事业的人呢 其实是喜欢听 虫树的声音 海的声音 但是他就比较 觉得电车的声音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那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颠倒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说 比较 怎么说呢 我们是比较重视 自然的东西 然后员工的东西 是需要的 但是嘉宁在这里 是颠倒过来的 在下面你可以看到 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他说 在香港山上 只有东居里 北风 吹着长青树 还有一点电车的吻味 因为在这里的话 主体只是 主体只是 你要说明这个电车的吻味 但是他说 其实是什么 像电车的声音呢 其实是大自然的声音 这个很 怎么说呢 很违背 我们一贯的表达的方法 所以从这里 我们去看到 就是说 他其实是非常之 尝试反馈的 他零是切头切尾的 一个尝试的人 所以他不觉得 我应该亲近大自然 然后还有一个 既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说 他觉得香港是一个乡村 大家在香港大学 其实你知道 在三角底下 我们都有电车嘛 当然在这里 可能是不可能 听到电车的声音 但是如果上海有电车 香港也有电车 但是张爱玲 在他的回忆里边 或者是关于声音的回忆里边 只是香港的电车 是没有的 所以从这里来说 其实很主观的 一个想法就是说 张爱玲其实不觉得 香港是一个摩登的都市 他觉得香港 就是一个乡村 所以他主观 就会忘掉了 其实香港 也有一个电车的东西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现在想象 哎呀香港也是一个都市 但是从 那你在四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好 在下一个 我们可以很快的 就是说 那个很有趣的 一个比喻 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公寓生活集区里边 说他在高楼上面 去听到街道上面的 一些声音 我们在这里很很清楚 可以看到 嘉玲对于记忆的一个形容 其实跟听觉的经验是 很相关的 因为他很有趣的 是把声音的 比如说听觉的距离 就是越高 越听得清楚 他的一个 一个 类比 就是说 记忆 是越远的 越记得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 刚才说的 一个通感的 一个 写法 但是我们要讲的 就是说 如果记忆 跟声音是有关的 那三个问题 就是说 香港究竟有什么声音 是摘灵 忘不掉的 越远就越深刻 所以他回到上海 已经两年多了 他要摘写的时候 有什么声音 是忘不掉的 那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回到这一段里面 这篇文章 最开始的一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他一个 关于声音的回忆里面 香港其实是一个 战争和恐惧的载体 我们看那个公寓生活基础 其实是觉得 它是一个很宽快的 一个傻玩很开心 对吗 去街上面买臭豆腐啊 可以看到很可爱的电车啊 或者是那个轮居 虽然有点奇怪 在总体来说 都给他很多 有趣的经验 但是呢 在整个宽快的 一个记录里面 其实他战争的经验 是放在后景的 第一句 自从煤跪了以后 叶水丁就是叶水系统 造成了纯粹的战士 别人是煤怎么会跪呢 煤怎么会跪啊 因为打仗嘛 所以其实在这个 很宽快的公寓生活基础里面 其实不是没有说到战争 没有说到打仗 其实是有的 但是嘉玲有 有意把它推到后景里面 所以我们在面前 都是很宽快的经验 那战争要怎么就走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从香港的一些声音的记忆里面 把这个对于战争的恐惧带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个叶水丁因为抽不到叶水嘛 所以就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然后呢 那个很奇怪的声音 然后就变到 他就想到了 在香港时候的一些情况 就是 大家要留意的 这不是上海没有轰炸 上海也有轰炸的 但是在整个表达里边 什么地方有轰炸呢 就是香港有轰炸 然后他就是回忆里边的香港 有一个轰炸 所以如果我们不嫌 讲得太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怎样讲 就是如果在这个小说 这个闪文里面 其实是轰席 这个轰炸 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来的 你看到吗 他是那个叶水丁的声音 才是本体嘛 然后火轿飞机 所以空隙呢 其实是一个不属于 眼前的现实的一个预体 然后那个预体 只是 怎么说呢 是一种突然绷进 他眼前欢快的经验的一个东西 如果大家已经看过一个 嘉宁的一个继续 就是传奇在版继续里边 有个很著名的讲法 就是往往的威切嘛 如果从那个往往的威切来讲 在公益生活机区里边 一个从香港 那个经验而来的 我在香港这个恐怖的经验而来的 其实就是那个往往的威切 这眼前就是什么 眼前就是清于水 明于静的秋天嘛 嘉宁呢 觉得他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嘉宁只是在公益生活机区里边 讲的就是那个清于水 明于静的秋天 但是什么是往往的威切呢 其实就是他回忆里边 香港经验 生在的一个关于战争的恐怖 我以前读的时候想了很久 那个东西只是怎么 怎么去可以 怎么翁 然后是轰轰凉成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我找到了一个 给大家听一下 找到了一个 EVC的一个 声音的 可以看一下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 HeVC的一个 梅里边 也有它停 登了以后 不然 所以我刚才说的 哄哄 就是这样 所以嘉宁其实呢 从这个 从声音的角度去写呢 其实它是很写实的 从这个写实的角度去 带下去 我们就来到我们 下一点了 就是飞机轰炸 在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清诚之恋》 它是一个小说嘛 对 然后大家都会知道 《金鱼路》是一个散文 我们印象上会觉得 《金鱼路》它是散文 它写的是比较真实的 然后呢 《清诚之恋》看上去 其实有点像一个metal drama 就是通许 通许戏的一组写法 所以我们有些想 那个战争 他那个 发留言跟那个白楼书 他们在战争的时候 什么轰炸之类 可能都是剧情需要 我们觉得它很夸张之类的 但是呢 我查了一些资料 我们会发现 其实嘉宁在《清诚之恋》 写的那个轰炸的经验 其实是非常学实的 或者是非常忠实的 那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在《清诚之恋》里面 可以看到了一个车段 这个情节就是说 刘源她走了 然后把刘苏留在香港 她又出去了 然后那天刚巧 就是日本人打到香港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10月2 11月8号 然后她的记录就是说 那天早上就有炮声 然后没有人相信 真的要打进来 然后呢 就开始有不同的 传传短短的一个声音 它有一些砰 也有一些叫 之类的 它里面有不同的分工的 有些是被记忆 然后是光红杂 下面也有 这个缓击的 就是高水泡 它有一个怎么缓击 所以就整个 记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多样化的描写 声音有长有短有不同的 以声词去分辨 其实是谁 或者是什么武器的一个声音 然后呢 如果我们很小心的去读 我们可以发现 它整个关于战争的经验 或者是听觉的经验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其实是因为啊 它就是要突出一个旅行的早 读因为刘苏它不是兵嘛 它不会出去的 所以它在躲 所以你躲在室内 或者躲在安全的地方 你从什么 跑进去理解战争呢 只是 你看不到的 因为你只听到 刚才那种的声音 所以它 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呢 其实是 很贴合它人物的 当时的一个情况 刚才说它很真的 为什么真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忠实的记录 杀空了 杀空了是当时香港力报的一个总编辑 他留在香港的大概就从开战到他走了 他是12年1月25号离开香港的 他那时候在香港留了79天 79天他每天也记一记 他写了每天他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周围季节的杀空了 他写香港轮险 你对读一下 跟江才在清城之恋里面写的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早起来就有警报的声音 然后呢没有人觉得日本真的会打来 然后下面呢 就开始大家可以看到轰炸的声音 然后因为那天 沙公了此事 本来是在九龙 然后他打赤船 通过回到利亚港 然后到香港岛那边 所以他先写是九龙那边的情话 然后下面他说他就到香港 然后发现了炸的地方是三项跟中央警处 就是回到维尔地亚城了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就是当时轰炸重点的地方 所以比较一下的话 对读一下 我会发现其实江爱玲呢 写这个香港之战 其实是非常忠实的 我们我觉得这个对读 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觉得 哎呀这个清晨之恋 因为他是要做 写出这个怎么说 爱情跟战争的关系 这一个城的陷落 成传了流苏 所以为什么要把战争推到前景 只是要突出这个战争的问题 然后才把这个残酷的战争 跟一个人终于把自己成功嫁出去了 这个东西才有一个反风的意见 所以相比于新云路 就是半年以后写的一个神文 把玉长他跟他同学啊 老师啊的一些相处 那清晨之恋 其实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用力在战争上面的描写 然后刚才说了 因为他把那个感受的主体 扣在那个流苏 这个女性的角色里边 所以他写的都是室内的 听觉的一些战争的经验 好 所以关于香港轰炸的记忆 其实在詹林整个香港虚析里边 是非常重要的 詹林有一个 大家都会知道了 就是重写自己的东西的一个习惯 他其实在后面的小团圆 易经 或者是小艾里边也有写 就是反复去写 那反复去写的时候呢 每一期重复 其实也有一点变化的 经验来说呢 在清晨之恋 当然是很气质的 很惊慌的 但是有时候他要 在写这个轰炸的时候 有时候他是表现 他人物 或者是他自己 有时候是表现的比较敲然的 好像觉得我也不是很惊慌 我也比如说 他在后面一个非常著名的散文 《一无是之》 里边他就讲到 其实他在冯平山 图书馆的时候 他当那个防空员 然后就找到一本省事因缘 然后就要一起看 然后打到来了 轰炸了 有警报了 但是他就觉得 哎呀我不要图 我不要走啦 我只想着 尽少等我看完了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从这一段 去跟刚才那个第一天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态度上的一个 非常不同的一个取向 这第一天嘛 刚刚来嘛 这个非常时期 刚刚来 你就会非常紧张 要非常惊慌 那想万一我要怎么图 但是呢 那轰炸了18天了 已经轰炸了好多天 所以他已经不怕了 所以我们可以战到 我们最第三年了 疫情也是这样啊 刚刚有病毒的时候 我们都很紧张 怕大家戴口罩 戴到不好怎么样 但是后来呢 自己就觉得 哎没所谓了 我们就只要疫情疲劳嘛 那因为嘉爱玲其实也有 我们呢可以当 他有一个什么战争疲劳 或者是逃难疲劳 那我们可以从一个更 这么说呢 更 文艺的角度去讲 那都是嘉玲这个 我们讲一个现代的心态 我们说他 小时候 会觉得哎呀 成名要趁早嘛 起点就来不及了 其实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差不多的情况 就是书我要快看完 看不完呢 就我们怎么说 要争取时间看完 如果呢 否则呢 就来不及 我们常常会说呢 学姐都是这样讲 就是为什么嘉玲 常常会觉得来不及呢 为什么觉得 哎呀 时间那么短 但是这个要 其实要回到 一个战争的经验去讲了 因为突然 你会死掉了嘛 所以什么东西 都要趁早去做 好 所以他其实在小团圆里面 其实也有一个差不多的力气 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比比啊 小团圆里面有一个角色 就是比比 那个比比呢 就到那个那天 第一天打仗的时候 他去看电影 然后看电影 看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就来警报 但是那个比比呢 最后就觉得 哎 我还是继续看 不要走 所以最后呢 他的形容就是说 电影好像扎了点情节 有卫生 这好奇怪的 扎林呢 有时候在他的小说里面 好像写到那个战争 轰炸 很恐怖 但是同一时间 他又把这个超人 跟冷静 要写出来 就是说 他跟我是有距离的 其实那个战争 跟他主体 主体 只是一个距离 其实很 怎么说 跟扎林平日的表达的 习惯是很 像是的 比如说 公寓生活期去 刚才说呢 他说他的公寓生活 是很宽快的 但是他去观察 他的管理员 观察他的轮居的时候 其实也有 几样的一种距离感 所以在战争的 一个经验里面 我们会看到 其实张爱玲 对自己 或者是 他旁边的人的 一个观察 其实也是有 一个距离感 这个其实 很违反 当时的 一般人的经验 这个凯包 大家都见过了 因为 Keep coming Carry on 就是当时 英国 二战的宣传 就是说 大家 保持 平静 然后继续 抗战之类 就是轰炸 刚才说了 其实 不是 当时 中国特有的一个经验 其实一战的时候 当然也有飞机去轰炸 但是一战的时候 拿飞机 怎么说 飞机把炸弹 运去其他地方 去投 投着 其实没有那么 普遍的 这个 战斗的方法 其实是二战的时候 才开始的 所以张爱玲 在他写 香港人的战战 或者是上海的战战的时候 其实他是很 准确的 保护着 那个二战 他最重要的 一个生育上面的特征 所以呢 在这个很密集的 一个轰炸里边呢 英国呢 英国就是 我查了一下 就是 1940年到1941年 时是伦敦 有一个八个月的 不分日热的 带红炸 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才有 这个 keep coming carry on 然后大家就 没所谓了 总之 炸了炸了 你炸就炸吧 然后我在下面 喝茶也是可以 所以张爱玲 其实有点 这样的东西 在里边 就是我有识管 但是从 从这个比较里边 我们可以留意到一点 就是说 英国呢 他要 把市民团集在一起 他为什么 他如何去 叫他的民众 或者国民 去抵抗呢 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每个人 分一些任务给他们 然后他们慢慢 就会谈结一起 大家聚在一起 就没有那么怕 这个战争嘛 但是张爱玲 是反过来的 他当然说了 他在香港大学的时候 也因为没有 什么地方去嘛 也没有什么机缘 所以他就参加了 一个防空团业 后来当了汉务 但是他也给派了任务啊 但是他在同一个 处境里边 其实他没有觉得 跟其他人 团结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所以我们 在把这个话题 再带下去 就是今天要讲的 那个细境的问题 好了 大家呢 在逃乱的时候 通常常都会讲到 就是有很多 轰炸 很多炸弹啊 这样的 但是张爱玲 在战争里边 他关于声音的写作 他非常重视的 其实这个安静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补充一句 其实在战争里边 非常安静 其实也是很写实的 查过旅人 他的一些关于 战争的记录 他也是有一些日记 其实很安静 这个情况 其实是客观的 但是张爱玲 难得的地方 就是把战争中一些 非常安静 或者是死级的 一些情况 把它提升 好 那慢慢去讲 这个好像 可能 普通话不是很好 所以有点困难 大家原谅 那在这里呢 我们在 《清诚之恋》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写到 很安静的情况 不是说呢 这个炸完以后 在那个死的城市里边 没有灯 没有人声 只有什么呢 只有那个风的声音 然后他觉得 那个风的声音 其实也有不同的调子 是这样吗 他也直接这样写 然后他就说呢 哎呀 什么都完了 就只好 信下一点 就废墟 然后呢 大家 要文明人 有记忆力的 西区记忆力的 文明人在 黄昏中 其实要找点什么 其实什么都完了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很有趣的 有种声音的角度去讲 而且他写了几种的声音 比如说 人生是没有了 城市呢 你可以想象了 电车 这些人工 机械的 文明的声音 也是没有了 但是有的是什么呢 突然整个城市 安静了 安静了以后 我们重新 听到了 平时听不到的 自然的声音 我们重新听到风声了 因为几个城市 安静下来 因为战争 因为死亡 所以我们都安静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停顿 或者是我们讲 实践的顿挫 所以在这里 我们重新听到了一些 比方说 蛮方的声音 所以这个重新被听见的 自然的声音 其实是我觉得 我在我自己的想法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构成了 赵安静在战争中 深井 关于昌然的一个表达 我们这里可以 看一看李又凡老师 说过的 分析过的 赵安静的三种的实践 他说呢 在赵安静的作品里面 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实践 一个是文明的实践 就是平于我们过的 很正常的城市的生活 第二个就是 蛮方的实践 就是周遇腐蚀的 循环的 不变的 一个这样的实践 但是也还有第三种的 第三种就是 突然停止的 中断的 有时进 有时动 这个实践 刚才就是 刚才 说这很有节奏 在做 等一下停 停了以后 又继续 所以就是 接乎于两节之间的 然后李又是说 这个就是战争的实践 如果从这个观点 我们去 领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存在 三种不同的声音 在你的 作品里边 我们可以 也对应着 可以发现 只是也有 文明的时间 我们可以 也看到了一些 文明的声音 他都是 刚才说过 这个世上 电车 机械的一个声音 这代表尝试 跟人工 制造出来的 一种声音 满方的时间 就是大自然 或者是本能的 一种自然生命的声音 然后中间说的 一个中断的 时进 时动的时间 只是就是一种 战争 西齐文明 毁灭 满方丛林 的声音 所以怎么去 讲这个 满方丛林 的声音 就是刚才说 甚至在 平日的 那个繁华的 或者是 还是很正常的 在 运作的 一个城市 只是我们 不可能 听那么 明显的 听到 风的 不同的 调子 真正是因为文明 停顿 然后我们才可以 重新去 听到 这个 本来 满方的声音 然后江灵 其实是很重复 这个结构是 不断的重复的 我们在封锁里边 也可以看到 差不多 大家有个看到 封锁 这个 小说应该知道了 就是 本来灯车 是一直走的 但是因为封锁了 一个 车就停下来 然后上面就 有一个 调情大物显 这样的 但是前面 我想讲的就是 小说前面 这个部分 这个前面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他写的很有电影感 他怎么做 这个墙面的 调度 其实也是 用上音的 什么唱歌啊 把注意力 拉出去 切外面 然后也有歌声 然后把它拉出去 这个不多讲了 因为时间的 时间的关系 我很快的 讲一下 就是这个 他说呢 因为封锁的关系呢 那个本来是 很吵的 那个街上面 只是还 还行安静了 但是一个 安静的 不是绝对的 激进 所以它是 安静 但是不是 完全没有 声音的 这种 很安静 但是下面 有一个 蹭底的 这种写法 只是在 张安宁的 很多作品里面 其实是 反复出现的 我们在这里说 他 那个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上海师傅 从来没有 怎么经过 在大白天里 然后呢 在很安静的时候 通常就有人会 打破 这样的安静 所以怎么去了解 这个情况呢 我想 只是就是 那个 激进和中断的 时间的 病治 所以刚才说嘛 实践 中间那个 一个中断的 时间 然后通常跟他 配在一起 就是那种 不是绝对的 激进 这样的 通常会有 这样的一个 表达 所以 比如说我们 在刚才的 清晨之恋里面 可以看到 就是城市的 很安静 所以他有风声 比如说在 我看书清 里面 也是一个 很安静的晚上 但是他写到 那个秤底 就是 时钟的声音 所以会有这样的 所以从这样的 一种 习近 时动 有时候有声音 有时候有没有声音 其实就写出了 这个战争的 地外的状态 他从这个 去带出 这样的经验 然后呢 这个 平时听不到的声音 在文明的声音 掩盖了 这个满方的声音 只要从 角度去来 角度去讲的话 那 重新 听到 这个满方的声音 就解一个 时刻 只是 就是 加一铃对于 我觉得 就是对于 加一铃对于 现代性的 非常 一种准确的 一种 保护 好 那 就要 不好意思 要 引用一下 新庄老师的 一个观点 因为 现在老师 在他 那个 乱师书写里边 只是讲到一个非常 我觉得给我很有 启发性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 欲界的 美学 新庄老师说的就是 他立即就是 黄昏的阳台 说这个 黄昏的阳台 其实就是一个 基于什么什么 之间的东西 欲界 其实就是一个 过渡性的 一个时空的领域 所以从这个 过渡性的 时空领域 去讲的话 黄昏 就是白天 跟黑夜之间 阳台 就是私人空间 跟公共空间 之间的一个 角度 如果从这个 欲界的角度 去讲 刚才说的 一种 介乎于 文明 跟蛮方之间的 一个不绝对的 细境 其实是同一个 这样的逻辑来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再推一步 其实 在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欲界里边 詹林通常会想到 什么东西呢 我的归纳 或者是我的观察 都是通常他会 写到了生命的 孤独的问题 他讲这个类似的 残韵 他写过好多次 至少 至少有三次 对 这是很安静的 中断嘛 尝试 很安静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蓝的 非常勤明的天空 然后有一点点的声音 然后通常呢 詹林 或者是他的人物 就会想 死亡 或者是生命中断的问题 比如说西语 西语应该写 他是在上海 金语录 其实都写在香港 但是那个感觉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在外面 去躲这个婚嫁 然后我要跟谁 洗在一起 好像跟家人 洗在一起 不太好 但是跟陌生人 洗在一起 好像也不好 所以在这个 不能选择里面 我们看到 其实就是生命的孤独 这个生命的孤独 不会是对于人性的一个反省 也是在金语录里边 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里 就是这里 他因为是很出名 他也写过几次 在小爱里边 也有一样的情节 就是说他在照看护 然后一个非常安静的夜里边 他就开始夺揽 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一直很痛苦在爱 姑娘啊 姑娘啊 他抓住 然后最后他感觉是什么呢 我们这些知识的人 悦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所以在这里里边 我们可以把这个病人医院里边 到一个这样的时刻 理解成一个心想的欲见 就是接乎于和平 或者是接乎于战争 接乎于生与死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空间 在这样的一些很痛苦的生命 然后相对安静的自己 在煮牛奶 在这样的里边 张爱玲通常会继续写的 通常都是生命的昌良 所以这个setting 其实不是只在小说里边 其实在散文里面 它是V段 不断的重复 这样的情况 好像很沉重的东西 已经不想忘 那我最后五分钟 把这个比较宽快的东西 讲一讲 最后呢 再延续一下 刚才说的那个 满方的声音 跟文明的声音 结构话题 其实张爱玲呢 刚才说了 在清诚之恋啊 这类也写了胡琴 然后他说 那个邦邦气的花旦 他有一个很强的生命力 所以在一段废墟里边 他会一直的 什么活下去 所以从那个传奇 在板机墟里边 他叫胡琴 这个一一呀呀的声音 然后他就说了 天地玄黄 宇宙红方 有差强的风 所以风上呢 会是一呀呀的 无成的声音 其实就是 他觉得是很方凉的 蛮方的一个声音 很艰难的 生命的 很远耻的一种呐喊 但是呢 现在来说呢 什么才是文明的声音呢 所以当然张爱玲说 他很讨厌 也很讨厌 也不太喜欢流行曲 但是呢 其实在 他很多的 小说或者思想文里边 小说 特别是小说里边 其实代表着文明的声音 除了电车以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其实就是流行歌 文是当时说的 这是时代曲 因为无线店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乳巷 大家可能有看过 喜欢玩老师 道元他拍的 这个第一乳巷 那段也是 看得很清楚啦 所以说 那个 威龙 他搬了去 那个 新家里边的时候 他听到外面 有很多唱片 音乐 然后他就觉得 他心慌 沉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流行歌的一个氛围里面 他就觉得自己是比较平稳 比较享受 比较开心的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会不断的 反复 没有清楚的一个就是 弹音乐 刚才说了 在弹音乐 这个散文里面 他说他不喜欢时代乐的 但是很有趣的 他讲到一个战争时期 他听到了一个 常为处处开这首歌的时候 的一个情话 都说都是深夜 很晚很晚的时候 传来了 远处传来了一个 舞厅里边的一个歌 当然我们知道了 他应该是波音来的 这机械化 中介国的一个声音 然后在那个 不读了 普通话 没有那么好 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他只是知道 知道在战亂的时候 他说的这个 常为常为处处开 这个歌舞新平的情况 其实是不可能的 是不能想象的事 但是他还是很安慰 能够在这样的和平 或者是享乐的时代 不可得 怎么说 在那个时代里面 享乐是不可得的 但是他听到了 那个 风秋霞在唱 这个常为常为 处处开的时候 即使他知道 那是假的 因为常为不是真的吗 那是 仇卷的 它是假的常为 人工的常为 但是 他还是觉得 这样的假的常为 处处开 还是非常好的 那幼小的 完美 只有他的可爱 可情 所以即使张宁说 他不喜欢流行歌 但是其实在他 整个的 一席里边 他是有一个 稳定 稳定的 一种象征 就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还是能 听到流行歌 或者是从 无线电 或者是 枪片 什么地方 看到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文明 还是存在的 所以他至少不喜欢 听到这个 也是有一个 歌舞新平的假象 好啦 所以 为什么在黑夜里边 听到这个歌 是那么重要呢 要播吗 好像时间不够 一会再播吧 没有时间 播两句 好 那我播两句 大家可以听到 就是 只要是你是 在黑夜里边 要战争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在演出 就听到这样的歌 这个时间美好 又在小文里边 他说不听 战争里边几样的一种歌舞商品 其实是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他唱的东西 在现实里边是不可能有的 但是他还是觉得 有一个虚假的希望 或者是虚在回忆里边 这个文明好像还是好好的这样的 另外一个不是虚假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唱世界里边的一个主角 他说他很喜欢听无线电 然后喜欢到一个什么强度呢 就是坐得很近 坐得很近去听 为什么那么近呢 用你们讲法就是 曾经式的一个体验 是曾见式的一个体验 那就是整个人进入了音乐里边 所以有我跟刚才散文里边讲的 就是黑暗里的夜闹 整齐不向人间 所以那个跟刚才弹音乐的那个场景 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角 那最后呢 所以我们回到了刚才说的那个清诚之恋 我们到这里就会明白 为什么刘苏是怎样想象自己的生命的 他说呢 他现在的这一段就是二战的香港 只是我跟他过去的是不三干的 好像无线电的歌唱到一半 突然就天气影响了 所以嗶嗶嗶嗶嗶 咱们炸完了 歌还是要唱下去的 怕就是怕什么呢 怕炸完了 歌已经唱完了 那就没有可以听了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刘苏 他怎么去想象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本身就是觉得 他在一个很和平 也不是算很和平 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 但是突然战争来了 所以他生命就好像一个被打断的一个歌 不能唱下去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一种灾灵 以一种现代声音媒体 作为一个比喻 作为一个比喻 然后要讲出 他在战争的时候 面对死亡的生命感受 和一段时间的焦虑 因为他停了 时间还是会过的 但是战争完了以后 可能他短然的生命已经完了 这样 好了最后就是补充了 这个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多多多讲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所以提一下 相信江亦林 其实生活里面 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 因为他中学的时候跟大学的时候 学的都是一些外语 所以他在他小说或者是散文里面 常常会写到一些很多语言的一个 很多语言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他公寓生活地区里面 有一个段落是一些他人居 他人居不是只讲上海话的 他人居会讲德语 也有俄国人在讲语文 然后在地乳如山里面 也是一个很多人的语言环境 他乔七乔是讲葡萄牙语 对吗 他当然也有上海话 然后那个茶会里面也有讲法语的 所以吴卫龙呢 他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里面 其实也是这个上海姑娘 在香港这个多语言的环境里面 才是予以得水的 他还是很顺利的给人沟通 所以总体来说 我们好像有一个形象 就是嘉爱玲只是一个世界人 Cosmopolitan 他好像是很开放的 好像很自愈的 在一个多语言的环境里面活得不错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对 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平等的来看不同的语言呢 我们可以最后在小爱里面 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他觉得在战争的时候 最想听到的还是老家的口音 因为我的观察就是说 嘉爱玲当然是一个世界人 但是到最后用他的话来说 他到底是一个上海人 所以平日呢 每个美式的时候 在和平 或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多语言环境 好像不同的语言 或者是不同的口音 不同的方言都比较平等 但是在战争这个例外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最意乱的 意乱的一个口音 始终就是上海的口音了 好 所以总结来说呢 其实今天的报告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嘉玲怎么邪恶战的 香港的一个新景观 那么希望跟大家重读一下 一些嘉玲很著名的一些作品 希望从几个角度不重复 希望可以跟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他小说和作品 文跟小说里边 对于遇常非常文明满方 或者是上海香港的一些这样的话题里边 去多多了解嘉玲的情况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请教 非常感谢那个郭世勇博士 那我是非常幸运的 其实是读到了他的整篇的论文 就非常感谢你用普通话来 到院长 非常非常感谢 照顾我们那个线下和线上的观众 用普通话来为我们做这个演讲 论文本身是写得非常非常丰富的 如果这些你们是熟读了张爱玲的话 这些大家都是熟读了张爱玲的 这些作品是很熟悉的作品 可是他从声音的那个角度切入 突然他们好像就新鲜了 就这个作品 很熟悉的作品又重新的新鲜起来 重新的活过来了 就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们那个线上有 好像有问题 我看一下 没有吗 没有没有 这样好了 我先问一个问题 然后给大家时间思考 我们还是有时间的 我们还有15分到20分钟的时间 可以提问 那我呢 先问一个 给大家时间去 酝酿你们的问题 好吗 我的问题是那个 张爱玲的那个 描写声音的那些段落 里面有非常多的泥声词 是吧 Onomatopoeia 它是Onomatopoeia用的太多了 从头到尾 一个接的一个 一串一串的用 那我就想 因为你是研究不仅是张爱玲 你的这本书是写 从20年代 你说的矛盾 然后性感觉派 然后一直到香港 现代主义的文学里面 描写那个城市的景观 里面的声音 那你觉得张爱玲的那个 泥声词的用法 它很多是自己造出来的 是吧 像那个韩思思 声音 那时间的都有时间的流去 是寒思思的 生命是思思的 有一些是熟悉的 但很多是他自己造出来的 像那个央歌里面 那个那个干部吃饼干 是哗哧哗哧 那个是他完全造出来的一个 一个Onomatopoeia 一个泥声词 那我就想问你 就说他们这些泥声词 其他的那个现代主义作家 作品里面的泥声词 不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 谢谢新川老师的问题 我觉得张爱玲在 音声词的使用里面 非常的有新意 只能说呢 比如从 你不要真要节目比较的话 可能张爱玲在节方面 关于声音的一种形容里面 只是非常有倡议 也是能说呢 写实的 对 他其实 不会 只 满足于 一些 已经大家很习惯的一种 逆声词的一种使用 然后他会 刚才那个什么黑虫 刚才那个 风声 他要把这个东西 长出了不同的调子 他有写出不同 所以他其实是非常 诗心 可能是 不是 不能说是观察力吧 怎么说 就是这 留意 留意声音的高低上面 其实是 有 非常有天赋吧 比如说我们 做一个比较的话 比如说 新感觉派 木石英其实也写很多 上海的一个声音 但是男作家呀 他们喜欢的东西 可能跟嘉玲 不是太一样的 比如说他 比较多写 就是那个 跳舞场 那些音乐 所以他要写 跳舞场里边 一些 Jazz 之类的 他可能是比较 现成的 他会写 那个乐器是怎么样 或者是干脆 把他们唱的歌 的歌词写出来 他没有那么多 信心的 要把 要用这个 女声词 当然在那个 上海的 吴父母里边 要 讲到这个火车 经过 然后有一个 杀人的事情 要发生 其实他也有讲 这个 火车怎么 过去 然后下面有一个 但是也是很短的 不会有 像他跟嘉玲 来比较 就没有那么多 你要说矛盾的话 矛盾好奇怪 他非常喜欢吃车 如果我们 重组职业的话 你会可以发现 他真的是 obsessed 他不断要写 这个吃车 然后他写 这个吃车的声音 很有趣的 他要写 他是什么年代的 1930年的吃车 这样的 他好像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不同年代的 汽车的 这个engine 是不同的声音嘛 所以他不是用 捏声词来讲的 他是要讲 银号 那是不同的银号 好像都能 把这个不同吃车的 这样子 然后他也写到工厂里边 也写到了 工人罢工的一些声音 但是 有一个有趣的 就是这个矛盾 他写罢工的声音 他的比喻就是 雷 雷电的 这个雷 所以他也是 有一种这样的 加安玲就是 人工跟 怎么说 自带自然的声音 这样的 一种比拼 其实职业里边也有 但是它 它是一个总体的 一个上证 或者是隐喻的方法 去使用 不是用 医生词来讲 我们的线上 线上听众 有一位线上听众 提了一个问题 老师您好 我想请问在 张爱玲这些作品中 《清晨之恋经语录》中 战争影响虽然很大 但是日常生活 仍然要继续 应该如何理解 战争和日常生活 之间的关系呢 谢谢 我尝试一下去打 《工艺生活机器》里边 有一句讲 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 所以在张爱玲的 生活经验里边 我们可以想 就是一体两面吧 就是充分地理解到 战争的实践的一种痛苦 或是文明上面 萎灭以后的一种荒凉 但是呢 日常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所以凡是能够给它 生活里边提供一些 短暂的宽乐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乱意去 把握的 所以如果在金鱼路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事情 就是说 他在香港 打到差不多 慢慢平静的时候 他跟他朋友 就去打着 去买冰淇淋吗 所以 这样还是要打 玉城还是要过 但是在 怎么说 在一个 非常 例外的 情况里边 是坚持过 玉城的生活 这样的 我觉得是非常有 张爱玲的风格的 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说 在例外的时候 我们就又要 配合这个例外的状态 去生活 那家里的坚持 是颠倒过来的 就是说 现在打仗 但是我作为一个校女 只是我也是 要去冰淇淋 要继续吃冰淇淋 当然了 如果大家读过 这个小文里边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预产生活 其实是 没有什么可做的 因为战争 然后书 不能读 工作也没有 所以就是要 那就不介意 走很远 去买冰淇淋 好像是浪费时间 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倒过来说 我觉得 这也是非常积极的 一种生活的方式 去发现 西数 世界里边 有什么小的东西 还是能够 令到自己 快乐一点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 预产生活 我的 俗世的生活 对家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是说 刚才就说 有 知识有一个 往往的威迹 但是 快乐的 预产的生活 还是能 寻得到快乐的 大概是这样 我的理解 西方老师 会不会有 对这个 有更好的表演 说得非常好了 就像那个 刚才那个 强威强威 出出开 在大而破的夜晚里 什么都没有的 什么都被炸完了 他这个唱歌的声音 仍然要坚持 说强威强威 出出开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什么问题 不是观众啦 听众 观众 OK 谢谢 世永老师的分享 我有一个问题 可能想请你在 两 双城对照 就是香港 跟上海的时候 可不可以再多说一遍 多说一些东西 因为刚刚听 好像是说 香港是一个比较乡村的 之于这个上海 这个比较 但是 同时呢 就是在他的一些文章里面 也可以看到 他对 这个香港很 cosmopolitan 那个部分的捕捉 比如说有各色的人种 然后 比如说像在 倾城之恋 就是那个流速 跑到香港 是住一个 潜水湾的这种酒店 所以就是 感觉有一个 比较这个上流生活 或是一个比较 面向世界的那一面 的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 用这个声音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切入这个 所谓双城的 这个对照 会不会有一些些 小小好像 矛盾的地方呢 还是说 变得让这个文本 更多 这个非常 参差的 用对照的 用张艾玲的话来说 有不同的这种层次 所以可能就是 请你再 elaborate一下 这个两个城市的部分 谢谢 谢谢佩音老师的 的提问 哦 这个提问 我觉得 我尝试一下 回答吧 因为 佳麟的 作品里面 香港跟 上海的 一个 关系 通常都会 跟刚才说了 这是上海 只是 是一个城市 香港就是一个船船 但是 如果从声音的 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也重复的 这个 基本的 这样的关系 但是呢 有个很有趣的 我有个有趣的 发现就是说 只是从 新音的 怎么说 在小说里边 这个新井的 构成里边 只是 香港 跟 上海 只是 不是真的 有很大的 分别 因为呢 用刚才那个 封锁 这个 例子来说 那我们 现在要 讲的话 通常都会 说 封锁 写的是 上海嘛 但是呢 在 张艺林 最初 对于 传奇 这个小说集的 构思里边 只是封锁 讲的是 一个香港的 故事 所以刚才 在 谈 公寓生活 积区的时候 不是讲嘛 所以说 张艺林 好像 晃掉了 香港是有 电车的 但是其实呢 张艺林 其实是知道 香港有 电车的 所以最初 的时候 她写封锁 可能 因为没有人 看过 她最初的 那个封锁的 初稿是怎么样了 但是如果 我们解释 她还是一个 停顿的 电车 的故事的话 其实 她本来 的取材 或者是 最初 的 构思 其实是 香港的一个 电车的故事 但是到最后 因为这个 香港传奇 这个小说 子 后来就 没有出来 它重组了 以后就 出来 我们这个 写上海 也写 写香港的 一个这样的 我们现在 见到的 一个传奇的 情况 然后这个 本来可能 从香港 取材的 故事 就变到 上海的 电车的 故事 所以我从 这个 小的 情况 来 跟我们刚才 说的 那个公寓 生活 基础的 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 发现 在你还是 觉得 文明的 东西 或者是 电车 之类的 东西 还是跟 上海 比较配的 所以很 根深 梯固的 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香港 就是一个 没有 上海 那么文明 的一个 地方 还有就是 地图乡 里边 讲到的 多元的 语言的 环境 因为 之前电影 出来的时候 大家也有 很多的 讨论 我觉得呢 如果从 地图乡 跟刚才 一些 他闪文里面 讲到了 这个 上海 其实也有 一个多元的 生活里面 那上海 就是一个 正版 然后 香港 就是一个 不伦不类的 这样 我觉得他 还是有 一个长级 或者是 也不能说 歧视 他有一个 长级的 一个 倾向 我觉得是这样 那个 我们线上 好像有三个问题 然后这个 这个听众 都是 非常的熟悉 你们可能 把它放到 那个屏幕上 非常熟悉 张爱玲的 才会问出 这样的问题来 老师您好 张爱玲的声音书 写在体现 历史空间 眼镜的过程中 能否从其中 人物对 人物对话 语气 语言的声音 书写中 窥探战争背景下 人性的 微妙转变呢 男女说话的 语气之间的 那个微妙的 区别中 能否 能否分析出来 然后体现 他人物都是 处在一个 过渡的历史时期 懂得意思吗 就是他那个 描写的声音 就是重点 在那个 人物的 性别的 语气的 微妙的差别 这个人物的语气 我没有 新救过 因为 因为在我的 一个研究里面 主要都是 环境的 一个 心整的 心颈的书写 所以如果要考虑到 这个语言 声音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我自己的范围里面 其实真的没有 很细心的来讲 但是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 那还是要讲回了 刚才在第五乳项里面 讲到一个多语言的 长级的问题 就是说 魏龙在香港 他懂三种语言 好像已经活得很好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个 性别的关系里面 乔奇乔 跟他要讲 那个 葡萄牙语的时候 他突然就 露出一种 比较弱势的一个情话 所以就是说 一个小小的 像上海姑娘 然后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在香港 他好像已经活得不错了 但是如果 从那个语言环境的话 他碰到一个 讲到更多语言的 比他懂得更多的人 他就会突然觉得 他有一种不舒服的 而且是 比下去 我也是不自在的一种感觉 如果要讲到这个语气的话 我真的是 没办法 因为 欣赛老师也会有心得 我觉得这个性别非常难谈 我能立刻想到的一个 就是那个思语 那个散文思语 我把它分成whispers 就是他那个 他寻找的那个人物语气的 那个切入点 是介于 沉默 就是你说 刚刚说的 沉默寂静 和日常对话的中间 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 窃窃思语 可以这样吗 就是如果说语气的话 他那个散文本身 就是他把那个 他的文章那个冠名是 叫思语 所以就是说 整个那个 是对整个散文结构的一个 一个定义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就 对对对对 很私密的对话 这个是我立刻想到的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请问 能否推荐一些 声音景观研究的著作 其实中文系列里边 真的是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 心情研究是比较有兴趣的话 可能可以读一下 那个大地的终身 对 就是说一个 关于法国以前的一个 山川里边 他整个山川的环境 只是什么声音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他考察的结果 就是一个教堂的 是教堂的一个中 所以他又在 在整个比较 比较文化的一个研究里边 就是说 就是在法国的 那个时代 在一个山川的 整个生活环境里边 那个终身是怎么去构成 他们整个生活经验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这样的 这个书有一本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可以补充一下就是 如果大家对于 江爱玲的生景 有兴趣的话 其实有 有两个学姐 其实做过 新生景的一个研究 一个就是 黄小雀 对 黄小雀 对 然后她的题目是 电影收音机 与世上 就讲 嘉玲与新景观 但是她的角度 跟我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上海的 陆阳老师 她讲的都是一个大的 都是讲 在上海的作家 她是怎么写 上海的生景的 里边有讲到 嘉玲 也有讲到鲁迅 也有讲到一些 其他的作家 文章叫 《上海的生景》 现在作家的 都市听觉实践 都是2018年的论文 所以中文同学 可以去参考一下 两位老师的论文 对 谢谢让我们的观众 特别的活跃 然后下面这个问题 非常的长 老师您有在 将在战争中听到 家乡口音感到温暖 分析出张爱玲 活得像世界人 但到底是上海人 但是之前 徐子冬老师说 张爱玲最后 所有的扳税 扳税都给了她朋友 留在上海的姑妈 反而什么都没有 那的问题问的是 她实际上在生活上 精神上似乎是 无家可归 那我也是这样讲 说她都是异乡 没有故乡 那似乎和您的观点 有些矛盾 你是如何理解 张爱玲是无家可归 到底是无家可归呢 还是到底是个上海人 这个问题 真是非常复杂 我的想法都是说 她有意识的时候 是世界人 对 她有意识的时候 她意识上 是要意识吗 conscious 她有意识的时候 她是一个世界人 她会觉得 没什么所谓 都可以 世界回家 也可以 但是呢 有这样的一个 自我定位的人 跟她对于 自己孤相的 某一些东西 有一些感情上的 偏好 只是不奇怪 就是说 怎么说呢 那都是 有点像鲁迅 鲁迅也不是 很拥抱新的东西 也会觉得 旧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 不要嘛 比如说 青年必读书 一本中文东西 都不要读 那个就是鲁迅 它是很直端的 但是我们如果读 它鲁迅的散文 比如说 一个 《浇花吉时》 或者是 它一些其他的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它对于 乡土 或者是那些旧戏 或者是 旅调啊 之类的 其实它也有 非常重的一个意愿 所以说 其实它 其实我觉得不矛盾的 不矛盾 还有三个问题 太好了 我们的线上的观众 我先看一下 好的老师 谢谢您 老师有提到 张爱玲后期 都在重写过去 你怎么看待 张爱玲作品的 重写自我数学 这很大的题目啊 那你开始怎么回答 这个重写啊 这个是非常大的题目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我 因为 我只考察了 他写这个 香港战争的部分嘛 所以我觉得它是 如果香港的声音 战争的声音 是一个回忆 是一个材料的话 只是他在重写的时候 然后会跟他 那个小说的主题 或者是要表达 都是实实是配合的 对 然后比如说 在小团圆里面 他 他就比较 长调 那个昌龄 胆语的 这个逃跑啊 什么 他是 把那个情节 拉得很长 去慢慢去写 也写 他们的朋友啊 之类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从 如果极限记在 我今天那个 考察的范围里边 他重写 只是 写的越多的地方 我觉得 其实就是他 最深刻的 一个声音的记忆 对 就是说 刚才就说 声音其实就一些 不能选择的 他一定会听到的 然后 其实声音性 不能保留嘛 你要记住也很难 所以过了 那么多年以后 才要写 然后还是写 那种声音 那就是非常 重要的 铭刻 在他生命里边 都有声音的记忆 我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我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您描写的 声音和声音景观 到底是时间 还是空间 这样讲吧 因为我们只讲 声音 声音其实 一定会 一定会在一个 时空里边 发生的 因为 没有时空 就不能有 声音出现 所以我们 我呢 我做这个 声音的研究 也不是说 我只说声音 它其实还是 一个空间 里边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作家 其实怎么通过 声音 去重构 它在小说里边 那个空间 其实以前 差不多 同一个 刚才说的 那些小说 产文 其实已经很多人 讲过 那个时空 也可以 很多人讲过 我做的 不过是把 声音的这个元素 比较拿出来 再强调一下 来讲 所以我这样的 讲法 只是不 不是说 声音 不是一个空间 时间体现 刚才说的 三种时间 我觉得我刚才说 刚才引用到 李欧凡老师 跟黄新川老师的 一个用意 就是说 以前我们分析 这个过度性的空间 可能从时间来讲 或者是意向来讲 意向通常是 视觉性的 但是 其实 同一个逻辑 我们可以用声音来 再一次去 认证 这样的观点 所以我又不觉得 我提出了什么 很新鲜的 很原唱性的观点 我是用声音去 再一次去 prove 之前的观点 是对的 这样 我是用声音去重读 张爱玲的经典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非常感谢 今天郭世勇博士的演讲 我还要感谢 所有的听众 线上线下的 你们的问题也好 都不得了 然后我 非常的希望 大家持续的关注 我们这个系列 那我们下一场 是2月7号 2月7号 是个三人谈 林佩颖博士 和黄念心 两位中文大学的 学者 黄念心 和何信峰 三人谈 在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继续在 张爱玲的香港大学 继续的来谈张爱玲 这个系列会做下去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郭世勇博士 感谢中文大学 中文大学的这个 所有的coordination 做得太完美了 非常感谢 中文大学 中文学院 中文小学院 中文大学院 你们这些许多的 又不能地 中国由香港大学院 啊 述面 什么 感谢观看